如何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必须要如何自保 我请肃清跟浩克来当model 我们要还原当时的现场 如果这是一个人潮拥挤的现场 主任该如何 浩克当我前面好了 好 我们在斜坡上 假设一个人在阶梯上 一个人在阶梯的下方 最怕是后面有人推击 一推击的时候 他就跟着人下去了 这时候下去的时候 在第一个人 当你发觉说 逃不了现场的时候 想办法就是找到最安全的姿势 保护自己 这时候先冷静 第二件事情 找可以呼吸的空间 我们这时候跟烟火的时候不一样 是因为找火的时候烟很多 你不能进去像吸进去 但在这个人拥挤的地方 你反而是找空间 所以先窝下去 先窝下去 我们的建议 我们的建议是靠左边这个地方 左边朝上面这个地方 比较安全 为什么呢 你的肝脏皮脏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稍微往那边去靠 这样子抱住你的头 因为你怕人家踩你 如果有皮包 像你有这个皮包 赶快放这个地方稍微保护一下 就算人家踏上你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很恐怖 那再紧接着呢 你就是想办法缩到个空间 找可以呼吸的地方 你看你的鼻子什么地方 千万不要让人家踩到你的口鼻 不要踩到什么东西 尽量的小而浅的呼吸 小而浅 不要急躁 因为你已经没有气了 你越急躁去换气 越吸不到气 所以如何的慢慢的放自己放松 然后像太极拳一样想 稀土 稀土 让人家躲开这个南光 好 我们请后客再回到原地 我们要形容模拟一下 也就是前后推挤的那个力道 有多么可怕 主任 如果后面一直推前面的人 第一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 我们两个会夹在一起 我们两个会夹在一起 非常紧 那你的胸部 你的心脏都会被压迫住 你根本吸不到气 而且我推着你走的时候 所以想办法 这时候就是手腕的时候了 赶快撑开空间 撑开手腕 赶快 用力撑开来 用力撑开来的话 你的后部 你的前胸 才能得到足够的吸气的空间 你不要有任何人去压迫到你 这是最重要的 那我如果把我的小包包 放在两个中间创造空间呢 这时候就是手肘最好的地方 也可以把人家打开 也可以给自己争取到空间 然后赶快去冷静下来 哪里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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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要 你看前面有一个小方框 这个多大 主任你知道这个多大吗 这个理论上 应该是不到 非常小吧 一平方公尺左右 我一个人进去 大概就差不多了 所以 不过站在我旁边 反而是安全的 因为我至少可以给你 弄出很多空间 越是瘦小的人 一堆人 反而在这个小空间里头 可以挤很多人 不信你们可以来试试看 一平方公尺如果挤下九个人 由您来点名九个人 您要请谁站进来 我们点小的 小个子 你要小的 我喜欢小的 因为女孩子在年轻的时候 这个地方非常危险 现在才四个 药师请进 再来再来 女生请进 请进 邱公主任请进 请进 到底这么小的一个方框 能够挤下多少人 张志豪 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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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专家挤进来 你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还可以再挤一两个 再一个八 对 还有人吗 再来一个九 好 院长再来十 十 这么小的一个方格 挤这么多的人 挤这么多的人 我们这一挤 一挤的时候 你会看到 我们来围住 大家可以看到 你根本是很难呼吸的 主任您 如果再挤进去的话 我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挤这么多人 对 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多人会 轻飘飘被拉起来 更可怕 在这种活动的时候 很多女孩子 穿高跟鞋 那个高跟鞋 在一急的 一踏进去的时候 你马上会造成 致命的伤害 所以无论如何 在这个时候 就是双手撑开 想办法撑开 撑出空间来 大家一撑出空间来 至少一两个人 会被挤出来 对 找到空气 对 然后有时候空气 不见得一定是在上面 大家可能认为说 空气一定在上面 事实上有时候 低下来的时候 在最底下那边 还可以吸到一些气 前台大救护队队队长 他有23年的经验 张志豪 队长你好 是你好 这个护胸三角区 第一个好重要的画面 第二个假设不幸摔倒 我先请您单独示范 到底什么 是在两侧跟一窝位置 形成三角区 好 其实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就是我们 记住这个要点 是要把你的大目指 放在你的鸽子窝下面 如果你只是这样的话 其实你还是很容易被推动 所以假设把你的这个 拇指放在你的鸽窝下 你已经成了一个 顶踢的地方 你两手都这样 然后成三角形的话 这样子你的骨头也在保护你 所以基本上你是很难 被人家挤压到 没有呼吸的空间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做个示范 这个就如何 双脚前后降稳在缓步前进 大概我们就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前攻后步 那我们就慢慢的往前前进 那如果你觉到发觉 状况不对 你就顺着人流 可能往旁边 看到那边有出口 你就慢慢的往旁边 小心 千万就是不要跌倒 最重要是你千万不要跌 因为跌倒以后 后续的衍生问题更多 假设跌倒了 如果我们跌倒的时候 刚刚袁医师也有讲 我们就右侧躺 比方说迅速的倒下之后 用你的右手护住你的颈椎 因为颈椎很重要 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护住你的头 这时候你也要找空隙 如果说你可以缓慢移动 找到一个可以比较多的空隙地方 你就往那空隙移动 像毛毛虫的方式移动 慢慢移动 你如果看到真的可以走 或者是假设有个人在那边 你也可以顺势很强壮 你就把他抓着爬起来 然后赶快离开 抓着那个最强壮的人爬起来 这也是一个方法 然后假设你爬起来之后 你就观察人流之后 也是我们刚刚的手势 就往这个可以离开的地方 很不易开 好 太重要了 来 后客请出席 我们听队长的指挥 讲现在人潮很多的时候 他该怎么办 我们先让后客这样体验一下 假设正常你都没有学过 你就是平常是这样子在走路 对不对 但是我后面已经把你挤住了 用这个方式来挤你 好 请你呼吸看看 呼吸不了 这是很紧的 对 那另外一个是说 搏击的姿势 有人说这样就够 我们试试看用搏击的姿势 假设你只有这样的话 对 其实我还是很容易的 把你压紧 对 你还是很难呼吸 对 那如果我们用 刚刚我们示范三角形 给你 我比较难往里面压 真的 比较难往里面压 胸腔就不会有被压破的感觉 对 大概是这样 好 肃清姐 我们要来看看 女性如何来护胸 这是非常重要的 来 队长 是 来 我们一样 就是麻烦你 隔织窝 隔织窝 对 两个手指头 拇指放进去 然后呈现三角形 三角形 好 那我们前功后见 前功后见 对 然后就缓步向前 对 所以你看 我轻轻从这边压你 对 我再大一点 你其实还是有这个空间 可以呼吸的 而且这样其实也很稳 不会马上就会跌倒或干嘛 对 这个时候我就要 也缓步向前 寻找我们原名其 医师在哪里 对 因为 靠山是不是 对 是是 大概就这样 是 谢谢朱欣杰 谢谢 好 我们假设浩克 你跌倒了 你这个时候跌倒了 不幸摔倒了 刚刚队长有交 该怎么办呢 来 队长 来 我们的右手 可以护在你的这个颈椎这边 颈椎也护住 来 你这两个先放开 右手护颈对不对 左手就把你的头 就抓住这边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看 观察四周 假设我今天你看到 稍微没有人了 然后我刚好站你层边 你可以抓住我的腿 抓住 对 然后你就慢慢往上 你就抓我 然后站起来 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在一起 找到一个空档 维持刚刚的姿势 坐往前 然后就赶快跑出去 非常的清楚 好 谢谢浩克 谢谢 好 队长我们要来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D点赞 对 对 参加写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